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嘉雄 現在是2020年1月1號早上7點52分 我在播《輪椅愛》389期 2020年6月23號的部分 然後我看著小林在裝那個解剖圖 我們今天直播的還裝得滿辛苦的 因為那個今天第一次把它打開過 三十幾年來沒開過 所以這一章它說 《輪椅其束縛》 《輪椅其束縛》 就是說《輪椅》是很優秀 束縛就幾乎完美 屢空 但是常常不得志 常常沒有辦法照其所想 事不受命 而禍子焉義則屢重 而死共他不完全接受命運 所以 但是他卻屢重 一個屢重一個屢空 一則屢重 所以屢重跟屢空 屢就是頻率的問題 所以 就像孔子在講一些觀念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我無視野》 《多聞則其善者而從之》 《多盡而自知赤也》 這是一個觀念 所以三人行必有我思焉 擇其善者而從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事實上人生旅途上 如何一揚頓挫 如何溫柔軟約 如何氣派氣魄十足 所以點點滴滴就在這裡 所以屢空跟屢重 就像孔子問子控說 如與回俗欲 你跟顏迴哪個比較嫌 比較厲害 子控說 是也 我何敢萬回 萬成莫及 何也文一之實 是也文一之二 孔子也說 佛如也 無語如 福如也 所以從這個地方上來講 顏迴是比較孤單的人 所以他在互動上可能比較差 雖然他修養癖性德行 德行 顏迴名字簽 德行 顏迴是不是排第一個 所以我們現在這德行有時候 有時候在開玩笑在講 什麼德行 什麼德性 事實上或多或少都有講 不要像顏迴 生活要像子控 生命要像顏迴 何其易 何其難 所以子控也問孔子說 思與商也俗賢 然後孔子說 思也過 商也不及 子控說 難則思與 然後就說 孔子說 過有不及 所以 子路問曰 文師行諸 子曰 有夫兄在 反求問曰 文師行諸 子曰 文師行諸 賜也禍 公修華賜也禍 敢問 求也退 故禁之 有也兼人 故退之 求也退 故禁之 因為他個性 所以從我們剛剛講的 這三個來比的時候 就是 人各有事 人各有性 回 文一之始 是文一之二 但是 子章跟子下 為由不及 這個第十一篇二十一章 這是很經典的 子路問曰 文師行諸 子曰 有夫兄在 就是你本身不是因為不禮貌 是你自己的思考不夠正確 所以整個論語是叫我們 就是查言觀色 查言觀色在我往後講 論語案會越來越有趣 因為我每天背五六小時論語 不有趣也難 所以像《道》十一篇 五十八章 八十九個道字 時常會忘了 但時常要去看稿子 看文件稿 那麼今天 呂控 呂重就講到這裡 謝謝